来源 北京商报 2023财年 联想集团依然挣扎在泥潭中 5月23日 联想集团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 在截至2024年3月31日的2023-2024财年 联想集团营收568.64亿美元 同比下降8% 净利润10.11亿美元 同比下降37% 对于净利润的下跌 联想集团称 这反映了上半年全行业的整体倒退 自2022年以来 PC市场进入趋库存阶段 消费电子行业的全球遇冷 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家PC龙头企业 数据显示 2022斜杠2023财年 联想集团营收619.47亿美元 同比下降14% 净利润16.08亿美元 同比下降21% 那一年 全球个人电脑总出货量为2.85亿台 较上年下降了16% 各大PC厂商出货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 联想虽然仍旧拿下了第一的市场份额 但其全年出货量为6810万台 与2021年相比下降了17%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 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 过去几年 传统PC行业经历了销量不振的困境 主要原因包括技术更新缓慢 导致的消费者兴趣下降 移动设备如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和功能增强 侵蚀的部分 PC市场 以及全球经济形势变化 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 使得传统PC市场的增长陷入停滞 联想集团共有智能设备业务集团IDG 基础设施方案服务业务集团ISG 及方案服务业务集团SSG三大业务 其中由个人电脑 平板电脑 智能手机 及其他智能设备业务组成的IDG业务 是联想的绝对支柱 联想集团也在财报中提到 全财年IDG收入下降10% 分布毅力下降12% 主要在于财年初渠道库存过多 年初整个行业面临的挑战虽然短暂 但严重影响了全年的整体表现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 AIGC浪潮叠加换机周期的到来 PC市场有了复苏的苗头 联想集团也有了挣脱泥潭的迹象 根据最新发布的数据 2023斜杠2024财年第四财季 联想集团营收138.33亿美元 同比增长9% 净利润2.48亿美元 同比增长118% 创下第四财季历来第三高水平 具体到IDG业务 第四财季收入增长7% 经营毅力同比增长17% 经营毅力率同比增长64个基点 至7.4% 处于其历史区间的上限 市场份额方面 最近一季度同比增长2.2个百分点 至27% 当天联想集团董事长 兼CEO杨元庆 发全员信表示 现在可以说 联想已经成功度过了 行业的下行周期 并且正在把握新的增长机遇 这个新的增长机会 就是人工智能 一方面 今年4月 联想正式发布 中国市场首款 LIPC产品 另一方面 就是杨元庆多次提到过的 混合人工智能 在今年4月1日的联想集团 2024-2025财年实施大会上 杨元庆就曾提及 混合式人工智能 将是未来的趋势 个人人工智能双胞胎 和企业级人工智能双胞胎 将会与公共人工智能 模型共存并且互补 让混合式 恋爱真正落地 普及 SSD业务和ISD业务的增长 可能印证了杨元庆的这一判断 例如ISD业务全年连续三个季度 营业额实现计笔计增长 并创下历史第二高的 全年营业额水平 对于AIPC的销量 以及混合人工智能方面的 计划等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联想集团 截至发稿 未收到回复 但对于未来而言 现在可能还没到联想集团 能够庆功的时候 如果说混合人工智能的机遇 还需要时间验证 那么AIPC的挑战 则已经摆在了明面 近日微软发布 Windows 11 AIPC 号称重构了整个PC形态 其内置的AI助手 Copilot甚至用上了 OpenAI刚刚推出的 GPT4O模型 更早时候 戴尔 华硕 惠普等PC厂商 也纷纷推出了众多 AIPC产品抢占PC市场 王鹏称 当前 多家全球顶级PC终端厂商 都在积极布局AIPC市场 这无疑给联想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 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产品价格下降 利润空间压缩等不利影响 同时 竞争对手的技术创新和市场策略 也可能对联想的市场份额和品牌形象构成威胁 但他也提到 联想在竞争中还有多种优势 比如在PC领域具有深厚的品牌基电和广泛的市场认可度 拥有强大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团队 建立了完善的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体系等 激烈的竞争意味着联想不能掉以轻心 而AIPC的高定价 以及爆款应用缺失带来的AIPC的非必要感 也注定了这条路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顺遂 值得一提的是 联想集团在财报中也提到 整个财年 其在大中华区的收入下跌15% 但第四财季出现明显好转